臺北大巨蛋 預計要在明年十月份來開始營運 想不到現在被議員發現 原定要在八九月 跟遠雄完成權力金的預約 但是現在沒有進度 不對此呢 臺北市的副市長黃珊珊解釋 說是因為疫情而延宕 年底之前一定會完成預約 我們的原則就是不刁難不放水 臺北市長柯文哲任內最大難題大巨蛋 預計明年十月就要營運 副市長黃珊珊五月份承諾 今年八九月就要跟遠雄集團 完成權力金預約 卻被議員許家培揭露 進度還在原地踏步 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現在中間 已經開過三四次的會議 至少年底以前 一定會完成這個預約的動作 砸下350萬元 委外評估權力金 如今預約時間再延長 也讓議員很難有信心 因為財政局委外研究的 大巨蛋財務跟權力金評估報告 要到明年三月才結案 所以今年柯市府拿什麼作為根據 去跟大巨蛋議約呢 我認為柯市府都是在虛應故事 議員拖到年底碰上遠雄 預計進攻期議員擔心時間壓力之下 權力金敢壓著上架損失的 確實台北市民的權力 事實上我這邊有請外部的專家 就我們在固域計畫書上面 有做一些審查啦 那會就這個計畫書當作一個基礎 那雙方再來做學長的談判 因為疫情事實上從書公訴 跟那些所謂的建材來講 的確是有延宕啦 還是朝年底竣工的方向來進行 但先前被抓出 違規部分還沒解決 議員又發現建管處 七月初會議記錄中 才是針對大巨蛋 分階段清零使用執照 要施工科整理資料 提出討論 難不成打算放水嗎 那分階段意思就是說 看到底是先看這一區 還是先看那一區 先預理未來在清零使用執照的時候 施工科必須要投入多少的人力 先去做處理 都發局強調問題不改善 就不發執照 當初承諾不會打折扣 現階段就看年底預約 是否能不能交出 讓市民滿意的成績單 謝謝宗科報導